大家好 歡迎大家 我們講講詩詞都不錯 其實是 因為超哥突然間師兄大佛 其實他不是師兄 他說小時候讀書 看過一個讀書的桃花園記 桃與命 桃與命歸去來 前沿將無不歸 吾耀之不間之來 此之何追 實迷途其未怨 周遙遙以風吹雨 周遙以輕揚 風吊吊吹以民政非前路 勿恨神歌之氣味 是不是? 我們知道桃與命就當田沿師一絕 孤仁他現在屬於我自田家 錄著千秘俠七天 葛我場 把酒話桑馬 待自從迎日還內奏菊花 可能我記得 不是舉例 應該是類似的 但是其實他都有寓意的 被巡 後人再將這個 但是先講了阿超 我之前讀《桃花園記》《桃園明》《世外桃園》 迷路才去到的 去完之後呢 想再去找找不到的 隱蔽的 所以我們要宣傳 因為有很多人問 現在旅遊這樣 已經預約了 想辦法先加哥這樣 是不是? 其實很怪的 我們以前沒有叫政府去想 沒有叫政府去想旅遊這些東西 民間的活動來的 現在是流行的 所以阿超都要回答 是不是? 我們要宣傳的 你就宣傳了 有沒有做呢? 他跟議員 回答完問題 即是在那裡吹水 是回答文會來的 是不是? 宣傳才知道他是一個桃花園 香港不是桃花園記 因為桃花園記是一個隱世的地方 不是隱世 而是避巡 所以桃花園就來自桃園明的形容 桃園明是進的了 後來的人呢 就有一首很有名的詩 這首就叫桃花園記 出自宋代的 是吧? 是不是? 是不是? 就借訪得的 慶恩寺桃花 她讀書的地方叫做慶恩 慶泉桃園 他就用這首這樣的一個命題 即是詩 起了一首詩 不過這個詩就很奇怪 遠遠就 就是比桃園明講的桃花園 我們用得多了 一講桃花園 我們就會講 尋桃園 很避巡 避巡 就是桃花園變成一個避巡的代名詞 李家超真的要半天告訴你 告訴你 我也讀過桃花園的桃園明的桃花園 那你原來有讀過桃園明的桃花園 但是你原來沒有讀過 大多數人以為是慶泉桃花園 這些幾句就算你沒有讀過 什麼謝房德 我都不記得的 這些名字 找回才知道 以前讀斯加千加斯囊囊上口 尋得桃園很避巡 桃園又是一年春 首先形容那個慶泉恩字桃花 她對著桃花 她講桃園 所以私人這個謝房德 其實是有些寓意的 是不是 桃園又是春天 桃花開了 花飛莫已經除流水 這個其實就是寄託在桃園明港那些桃花流水那些 是隱蔽的地方 不知道在哪裡 世外桃園 羅月市 山窮水盡 有個小口 進去 就會見到這個豁然開朗平礦的平地 我借然有梁田美池桃林之屬 欠默交通 雞犬雙民 道家老子說 雞犬雙民其中往來耕作 仲作男女衣著 適如外人 而言自我 這個桃園園的郵寄 就是就是桃園明 但是這個宋代 這個宋代是哪一代呢? 不是 其實是元代了 已經是元朝了 她是宋代的人 所以她就躲在一個地方 她住的地方叫慶泉庵 外面見到桃園 其實她就想起前朝 我們還是宋朝的人 但是當時已經是元朝 所以她就用這個寓意 寄託了 這樣就不行了 世情不好了 花冰莫遜流水 派了漁郎來問出來指什麼呢? 就是說 桃圖花掉下來 千萬不要走到溪那裡 有人走來 魚郎來問的時候 原來難得有一個地方可以避開秦朝 所以會來查貪 是不是? 就是說 這個詩呢 宋代這個鄭王德加圖 慶恩治桃花呢? 她自己家裡叫慶泉庵 避秦的地方 其實呢 本身已經是充滿悲情的了 原來這個詩呢 我看多些資料 還有下族的 因為呢 她寫了這些詩 有名氣 名氣就當時很多 於是當時元朝呢 就派了那個地方那個官 這樣就押了她上京 就是這位蔡王德 就傳她上去 你一定要是元世祖的 傳她上去 要她做官 結果她是不做的 就寧可餓死 真是餓死了 就不肯做秦朝的官 去送朝的人 這個氣質就很重要 那我們想想這個氣質 跟李家超一比呢 你明明是港英時候的人 現在呢 你明明是時的長官 你應該是時的同志的嘛 不僅將整個香港變了 整個警隊就變了 是不是? 就是你的氣質跟這位蔡王德 真是無法避免的 那你好說不說呢 說這件事更加呢 更加嚇人真 這一陣子 是不是? 現在香港的人 雞飛狗走是為什麼呢? 全部是為了避秦 是不是? 全香港都是屠原 屠離家園 香港人屠原 其實是一個很令人遺憾和高興的一個 你說什麼屠原屠原 如果不是秦朝來了 即是共產黨19年之後來了 將這個國安法 將這些這樣的侵犯人權 人都拘捕 這些沒什麼事就拘捕人 又不准悼念 又不准說這件事 搞到整個香港就是一個秦 即是苛靜的地方 苛靜萬月虎 於是那些人就走了 避秦 是不是? 就離開自己本來是圖 難得 這樣可能啦 香港有些小地方 即是你都沒有了 香港 現在電子世界 你一定離了香港 香港人你說的避秦 後面這個避秦 現代桃花月虎 極有感慨的 而你都很討論 當作很有學問那樣 就是告訴別人 我們要宣傳好 只問一個秦朝的地方 你怎麼宣傳到? 都是秦朝的 苛靜的地方 你怎麼宣傳到苛靜呢? 是不是? 而你的氣質 當然就不合得謝仿德 他就不食 周叔 寧可餓死 仿後前人 是不是? 就是遮來不食那個典故 是不是? 講的這些我都是 很多人不是很懂的 讀書小的更加不懂 我們這些都不是讀書多 不過 舊文學 是不是? 古老的我們 因為很多是成語來的 是不是? 成為我們口語化了的東西 是不是? 就是 我們聽你說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警惕一下 是不是? 就是義不食周叔 是不是? 就是你呢 就沒有道義 英國人捧起你 做一個專業的警察 是不是? 提升到你 起碼你那時候都升到幫忙了 是不是? 現在你就完全拋棄了這些傳統 一點都不是會的傳統 是不是? 竟然叫那些警察就踢正部 是不是? 已經噁噁的了 警察就警察了 是不是? 那些警察的那些是優雅的部分 紀律部隊優雅的行路 你不是踢手踢腳的那些是 共產黨搞出來的那些東正部 好了 已經是肉酸了 我們叫了幾十年耶穌的 你就跑去叫他樹的長官 九五八八 你是不用了 同志 同志滿好 如果你跟大陸就跟足 大陸不會叫長官的 是台灣叫的 你知不知道? 大陸是叫同志的 以示平等的 是不是? 記不記得胡錦濤來 在香港閱兵 統志滿好 不是不是 現在什麼什麼水 天空閱兵都是這樣 是不是? 兔羽 是不是? 統志好 統志滿好 首長好 辛苦了 為人民服務 以後那些警察 你去檢閱 辛苦了 同志們 首長好 為人民服務 你去檢閱 這些事情很搞笑 是不是? 你學 學點不學點 而且很明顯 你是不是鬼怕去枕 說不說 說不說 說桃花園 是不是? 你以為那些人 好像你那樣 沒有讀過 沒有讀過有名的 慶存桃花 而個個都讀過 陶淵明的那篇文 《桃花園記》的那篇文 所以就以為是賣弄一下你的國學常識 那很衰不衰 真的開口就給你了 是不是? 留下很多指責 是不是? 還有就是現在 香港的形勢這麼惡劣 是不是? 為什麼那些人要避秦呢? 生活都開始不好的 整個氣氛又不好 是不是? 十幾二十萬人 即是未停 幾十萬人移民 現在還未停 我以為是停了的了 移民潮 因為什麼 完了 去年就完了 即是那個Omicron 現在那些人還陸陸陸陸陸在做移民的安排 整個香港人很壞 為什麼呢? 是不是? 即是說 我不用急急走 不過走得的 我都要多一點時間安排 我都可以避的就避吧 是不是? 可以疑問就疑問 這個全部是避秦的心態 而你呢 無視這個現實 是不是? 還在那淫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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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淫 還罷 天天你就 不是桃源 是由花園 是不是? 香港的環境這樣 你說沒事就可以了 很好環境 香港還是很好 世界很好 每天都說了一些無謂的事情 你這樣 你怎麼都對得住香港人呢? 怎麼對得住你前朝的 你提攜上來的英國人呢? 你出賣了他 出賣了 所以 你說不說呢? 我覺得阿超基本上適見問題 還有他要找些東西說 但是越說越差了 個人沒料就是沒料的了 假裝有料 沒料就假裝四條 那就一定是搞笑撞板了 好了 罵完就不要那麼長氣了 罵人都十幾分鐘了 多謝大家了 可供的 可供的